在這裡,就是第四頁,有沒有,在樂透採程式,那其實那一段就是這一段跟這一段 所以你們如果假設打字幕的同學,不然這樣好了,你至少選起來Ctrl C,對不對 然後你只要怎麼樣,把它貼到對的位置哪裡,就是這裡,有沒有 可能你要自己先插入,按右鍵插入一個模組,這個模組,然後把它貼上去 就OK了,一模一樣,那另外呢,如果你自己打的啦,你說老師會一直打,一直有bug,一直有出現錯誤 那沒關係,你可以拿我的跟你的比一下,你就知道哪邊有錯了,千萬注意啦,你不要亂改 反正呢,對的你只要找出錯在哪裡,就好了,OK,千萬不要亂試 我是覺得有些人學程式,就比較會用自己的想法,希望能夠修改他的規則,這是絕對錯的啦 因為他這個規則永遠不會變的,你應該是要學會他規則是什麼,你把它記起來,以後不要犯錯 你以後寫程式就不會出錯,千萬不要用你自己的想法,一想天開說,怎麼改可不可以 最後的結果都是不可以,那與其這樣,倒不如你真的不要亂試 所以後來我的感覺啦,我自己後來寫程式的經驗告訴我 以後寫對的,趕快把它留下來,以後呢,就是把那個對的延伸出去 繼續對下去就好了,千萬不要一直覺得自己可以寫那種 很,怎麼講,自己用自己的想法寫,反而會更花力氣,而且最後結果都是錯的,OK 所以第一個喔,這個程式就在這邊,一模一樣的 所以我建議啦,你拿我的沒關係,但是你回家記得把它delete掉 可能自己再來過一遍,那其實很多地方都是複製貼複製貼啦 像這邊其實這三個,是拿上面來貼下來改的啦,所以很多地方都很快可以產生的 另外公式部分的話,這些公式,其實也是拿上面的公式來貼的 只是貼上之後的話,加上一個這個啦,就是一個i在這裡 這個動作,我想你們再慢慢把它,這個做,就是多練習啦 這個我想也沒別的訣竅,反正就是熟練 好,那接下來的話呢,我們要來寫第二組了,就是這個 格式化跟格式化清楚 所以我再來,我先把這邊先清掉 剛剛,這個是應該是格式化的 我不是用那個設定格,而是用那個好像用程式的啦 所以我這邊把它填滿就好了 把它恢復回來就OK了 好,那如果要格式化,那怎麼做 其實這個格式化呢,如果你要重寫 其實我覺得大格不必 不用,不需要重寫啦 所以你這邊可以怎麼寫? 因為我講過嘛,一個按鈕就是一個sub 所以你可以這樣打一個sub,然後這邊打一個格式化 然後enter就好了,enter 它這邊就會自己幫你加這個 那再來的話呢,我們的邏輯是這樣啦 就是我希望呢,在這邊 幫我把那個,如果儲存格裡面排名有沒有 依然裡面的這個儲存格裡面的資料 假如是小於等於7的話 幫我把它同一列的A欄,底色改成黃色 所以第一步啦,其實反正都一樣 先寫一個迴圈 所以我拿上面這個來call 然後呢enter兩下 一樣會有ness 反正有for就會有ness 好,這第一個step 第二個step的話呢,請你在這個底下按個tape鍵 下一階 做什麼呢?因為我要判斷嘛 所以喔,記得喔,下面這個地方要做個判斷 判斷是if if後面的話,加一個條件 什麼條件? 喔,就是這個儲存格喔 放到這邊來幫我檢查一下 是不是小於等於7 OK 所以喔,這個儲存格就是sales 哪一列呢? 第i列 第i列的話呢 指的就是說呢 我現在這第二列開始嘛 一直往下應該到43 逗點 然後後面的話跟他講說 依然 如果這個儲存格 那目前指的是這一個 把資料帶過來 檢查一下有沒有小於等於7 如果有的話 空一格 then 然後做什麼事 所以一樣enter兩下 打一個endif 特別注意喔,這個結構都固定的喔 也就是if喔 中間這個就是一個條件 後面的話是然後 然後就是做下面的事情 也就是說這個條件為true的時候 它就會做下面的事情 那你說那為false的話做什麼事? 為false什麼都不做,跳過去了 所以你會發現 這邊有點像一個閘門 如果這個條件是true 就做下面 如果為false跳過去 不做 所以如果假設小於等於7的話 那我希望做什麼事? 幫我把它同一列的A欄 同一列A欄這怎麼去? 同一列嗎? 所以把這個同一列的A欄 這個salesi列的E欄有沒有 改成A欄就可以了 這個叫同一列的A欄 然後它的底色的話呢 底色呢 這個地方會有一個屬性名稱叫interview 所以你可能就是把它打interview OK 這個 那如果你假設拼不出來的話 有個方法 就是你可以把瓜糊有沒有 這個瓜糊先把它delete掉 然後你打一個點 有沒有發現 點一下之後的話呢 假設interview你拼不出來的話 你可以直接在這邊打一個in 這邊會出現 interview就出來了 有沒有就這一個 這底色 底色的話就是 這個是等於是底部 儲存格底部的顏色 顏色的話就點什麼? 點color就可以了 OK 那我要黃色的話呢 那特別注意喔 如果在VBA裡面要調顏色 你記得一個函數叫rgb 就三原色嘛 紅綠藍嘛 也叫rgb 瓜糊一下 那如果你要產生黃色的話呢 那你給數字 反正這個數字最小就0 最大就255 OK 那所以啦 其實紅配綠 剛好應該就是黃色 所以255 豆點25 豆點 0 那也就是紅色加綠色 後瓜糊一下 那就黃色了 那你說老師 那我怎麼知道是黃色喔 有個簡單的方法啦 常用裡面這邊有油漆桶 你可以找到其他色彩 找到黃色有沒有 再按下制定 這邊會有個rgb嘛 2525 250 你把顏色填上去就有了 那你說老師 那是不是說 我以後要什麼顏色都可以 對 以後的話 你要這個顏色 這個顏色比較怪喔 製定一下 有沒有 rgb 欸 你就把這個三個顏色嗎 填到剛剛的瓜糊裡面 它出來的顏色就是這顏色 那其實 所以喔 不過我們現在沒有那麼複雜了 黃色就ok啦 製定 這邊就有rgb啦 ok 所以喔 什麼顏色都可以變啦 這邊 其他色彩 製定 有沒有 那當然 你說白色啦 白色就是三個255啦 那你說黑色呢 黑色把這個調到最底下 000嘛 有沒有 ok 這個自己玩玩看 我們現在沒有那麼複雜 我們要黃色 黃色就是255 250 ok好 最後記得齁 請你把瓜糊要補上 因為剛剛我是把那個瓜糊拿掉 ok 這邊把它改成就是 Sales ID的A欄 幫我把它底色變成黃色 ok 那你說老師那如果我不要加瓜糊會怎麼樣 你如果不加瓜糊變成全部的儲存格都變黃了 ok 這個可能要注意一下齁 好 那我們來試一下齁 接下來的話呢 讓它跑跑看齁 所以這個應該理論ok的齁 所以 我怕直接跑太快了 因為這樣一跑 全部都有了 這個地方有沒有 顏色都幫你加了 那如果你想要慢慢執行的話 我們再把那個什麼格式化清除寫一下 把格式化清除按一 就是格式化複製之後 貼到底下 然後加一個清除 然後加一個清除 ok 那你說老師那清除要怎麼寫 很簡單啦 清除就是齁 把那個什麼 顏色改成什麼 原來是白色嘛 你說白色可不可以 其實可以啦 白色多少 252525嗎 OK 執行一下 有沒有發現 全部都改回來了 白的 不過啦 跟各位講齁 其實白的是可以 但是比較標準的應該是什麼 應該是沒有顏色 有沒有 這個應該改成什麼 改成五 應該是這個啦 叫五填滿 可是五填滿齁 在程式裡面齁 跟白色齁 其實是不一樣的啦 當然你說白的可不可以 其實可以啦 但只是感覺好像 還是差一點點 所以如果假設五填滿的話齁 這邊可能你要把程式改成 不是白的 沒有顏色在 Excel裡面叫 沒有 叫XL 開頭 加一個None 所以有VBA以後 沒有的話呢 叫做XL None OK 特別注意齁 所以ExcelNone這樣執行一下 沒有顏色 OK 好 這樣就完成了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齁 把那個格式化的部分 稍微寫一下齁 那我剛剛比較重要是這個啦 就是刮鬍先不要加 點下去有沒有 加IN有沒有 interview這個 然後再加一個點color 那顏色的話就等於RGB 把顏色調上去 我覺得RGB還蠻重要的 以後只要顏色的話 你就是記RGB 最後記得把這個刮鬍再補上 改成同一列的A欄 這樣就OK了 所以格式化看一下 執行 沒問題 清除也沒問題 按鈕的話可能自己再加一下 如果可以的話自己加一下 之前好像有講過啦 從這邊插入 按鈕 OK 試一下 畫面再還給各位一下齁 會兒 好 開動 我其實在我們 我拍攝